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美洲360 今天我们又带来了一些很特别的新闻 大家千万记得不要错过哦 而且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第一则新闻要讲的就是 PRO DUO 确认的 ELZA 会在明年的一月正式停产 而且 ELZA 的代替车型会在明年发布 这款车在 2010 年正式发售之后 就引起了市场的抢购热潮 一直到了 2021 年它还是PRO DUO 旗下一款非常热销的车型 但是这款车遇上了非常多的问题 例如说安全法规及排放法规 其实它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要求了 因此PRO DUO 的 CEO 在近日举办的一项活动上面 就确认了这款车将在明年的一月停产 至于 ELZA 的继任车型则是会在 2022 年内发布 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正确的时间 他们仅表示这款车的规格表目前在最终的确认中 一旦最终规格确认之后 这款车的生产日程将会被确定 至于这全新的 ELZA 会是什么车款呢 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其实就是全新的 Toyota Avanza 的双生兄弟车型 而且这一次PRO DUO 也深入参与了开发工作 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设计的方面 这款新车采用了全新的 DNGA B 平台 和上一代的 Avanza 相比呢 它就舍弃了后轮驱动 虽然说在载务方面会有一些劣势 但是它可以带来更多好处 例如说更好的电子配备 更大的空间表现 以及更高的舒适性 我们以这个印尼版本作为参考的话 它同样的搭载了 Toyota Safety Sense 而且还有电子手刹车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型如果被贴牌成 PRO DUO 的版本的话 应该会持续的热销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PRO DUO 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吧 第二次的新闻 我国的 B7 SUV 市场在天一元猛将 那个就是全新的 Peugeot 2008 这款车型其实从去年的年末开始 就频繁的在我国市场测试 但是因为这个原厂的代理商更换 所以导致这款车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在本地发布 不过最近泰国市场就发布了这款新车 而且泰国市场发布的新车是从我国进口 这代表着 这款车已经在我国的 PSA 的工厂生产 而根据泰国的版本 这款车不仅搭载了先进的安全配备之外 它的引擎动力也有着提升 它搭载的是1.2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130PS 峰值扭力230Nm 虽然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 不算出色 但是相信以这个PSA 一直以来的这个调教呢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应该不差 只是在变速箱方面 我国版本的2008 采用了还是6速的自排变速箱 和欧洲版本的8速自排变速箱 以及中国版本的6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有着明显的不一样 预计这款车将会在2022年的1月发表 相信以CKD 的方式贩售 加上它这个引擎的排气量比较小 它会有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售价 个人预测这款车的售价 可能在12万令吉到13万令吉左右 你觉得它会卖多少钱呢 第三则新闻 Proton 未来将会获得 混合动力引擎 采用的是时下流行的 48V 轻度混合动力 早前我们报导过就是 Proton 在举行这个 S50 Sedan 的预览活动上面 曾经暗示过了这款车 将会有着一个混合动力系统 那么这套混合动力系统 最近的规格终于被曝光 它并不是使用在 Volvo XC40 上面那套 PHEV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而是采用了时下流行的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原本的引擎马力表现 达到177PS 但是搭配了48V的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它的马力可以提升到190PS的境界 在本地的1.5公升涡轮增加引擎中 这样的引擎动力表现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预计呢 第一款采用这套引擎动力系统的车款 就是S50 Sedan 在日后像是S70以及S50 SUV 等等的车款 应该也会更进 不过目前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消息 这款车的混合动力版本什么时候会面世 但是据悉Proton已经在 Danjong Marlin 的工厂尝试生产 1.5公升的引擎 相信就是为了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做出准备 大家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Proton的混合动力引擎呢? 还有如果搭载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价格的车款合理的话 你会不会选择它? 第四则消息就是这个Kia 终于回到了我国市场 首款新车就是这个Kia Carnival 在今年4月的时候 Kia 正式宣布更换了全新的代理商 Bermax 将会负责以后的营运 同时新车也会在我国生产 在不久前呢 Kia Malaysia 就正式公布了首款回归我国市场的新车 它就是大型的MPV 车型 Carnival 其实我相信大家对这款车应该非常的熟悉 因为它在之前曾经以Nazaria的名字呢 在我国市场贩售 另外上一代的Carnival车型 在我国的销售成绩也非常的不错 而在这个最新的车型上面 不仅外观变得更大气 内部的质感也非常的豪华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如果以CKD的方式贩售 将会吸引到不少的消费者 原厂公布了这款车的详细规格 比较可惜的是我国的Carnival并没有搭载先进安全主动配备 它搭载的是动力强劲的2.2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199HP 缝纸扭力440Nm 匹配的是巴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个引擎动力我相信在这颗MPV上面应该是有不错的表现 而且毕竟以MPV来说 大家注重的并不是它有多舒适的性能 而是舒适性 目前这款车已经在我国市场公开预定 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上这个Kia Malaysia的观望哦 最后一则消息 同样的还是跟Bermas有关 就是Mazda 的BT50正式在我国开放预定 这款行车实际上是Mazda 跟 Isuzu 合作开发的车型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 Isuzu D-MAX 的双身兄弟 目前我国盘本是从泰国进口 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9L 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3.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们都是采用柴油的 在外观的设计上面 BT50 采用了 混动设计 所以它在目前的皮卡阵容中有着非常难得的流线设计 看起来是很帅的 至于在内装方面 则是跟 Isuzu D-MAX 相差不远 同样的主打高质感 还有这个 家用车的感受 我个人觉得 这款车应该会吸引不少消费者 至于在价格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大家觉得 BT50 开出这样的价格的话 是不是会有竞争力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 的内容 大家觉得这期的内容怎么样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你们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订阅 Nichols